咱们今天用这个Bitru来做一个面丝 Bitru翻译成中文是叫甜菜头 因为它这个颜色血红血红的 哇好可怕 像鲜血一样 这是天然的染色剂 先把这个皮去掉 再切成小块打碎 把所有Bitru的皮都处理好了 接下来咱们把它切碎 然后打成汁来和面 我尝一下什么味道 它的味道就是没味道 稍微有那么一丝丝的回甜 放进料理机里面打碎 加大概100毫升的油 拿橙汁来火面 哇好了 正红色 现在咱们准备一袋面粉 一kilo 一半来做红色的玫瑰花馒头 另外一半我做成红色的面条 酵母 大概4克 搅到没有干面粉的时候 就可以下手把它揉成面团了 现在下手揉成面团 好了 表面揉光滑之后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面盆里面发酵 盖上锅盖让它发酵 一半面团在发酵的同时 我们准备另一半不用放酵母的面团 来做面条 和面团的方法和前面是一样的 只是不要加酵母 加上一小勺盐 真的是雪馒头 这颜色太红了 揉光滑之后 我们把它放在面盆里面 让它自己醒15分钟 咱们再来处理 现在洗洗我的雪红的双手 饮花15分钟完了 咱们把它揉搓一下 处理一下 做成面条 哇 好漂亮的颜色 现在盘子底下喷一层油 好了 擀开之后 放在油的上面 第二个 也均匀地铺一层油上去 第三层 这样每一层都铺一层油 上面一层 待会也铺一层油 全部铺上 好了 最后一个 这上面也铺一层油 再喷一点油 抹一下 如果你没有这个喷壶也没关系 你把油滴在上面 用手抹均匀就可以了 抹上油是为了 待会让那个面条更筋道 而且它们之间也不会相互粘理 拉上保鲜膜 饧面半个小时 待会再来处理成面条 现在这个面饼 大概饧了40分钟左右了 我们现在来把它加工成面条 取一片出来 放在面板上 把它切成一个个的小条 然后就这样拉 我们也可以一次性把它全切完 然后来开始拉 水开了 把咱们的面条扔进来 全部扔进去之后 稍微搅拌一下 水里面加一点盐 防止它粘在一起 面放进去了 咱们现在开始盖上盖子煮 这里面是非常非常筋道了 要煮久一点 咱们现在来加工汤 这个是虫草花 什么东西啊 虫草花花椒汤 然后这个是野生花椒 这是从华超超市里面买的 我们用它两个煮在高汤里面 配一份汤 配咱们的碧橘面条 面大概煮10分钟就可以了 由红色变成粉红色了 我们学会这个方法之后 我们可以举一反三 什么地瓜南瓜 红豆黑豆黑芝麻 都可以拿来弄碎的 弄在面里面 煮各种味道的面食 再浇上花椒汤 还真有虫草花 我现在才看见一点点虫草花 开饭喽 好了 面团已经发到一倍大了 咱们现在开始处理 先铺一点面粉在底下 好了 揉光滑之后 我们把它分块来处理 后来说 要把它们打开 我说 需要 我来 我来 这是 有 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